这是中国最神秘的皇陵之一 据说墓中有着800吨金银珠宝 当年耗费40万劳工都没挖开 发掘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 这座皇陵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点个关注 就让小记带你揭开武则天墓之谜 中国历史上有两座陵墓最为神秘 一个是秦始皇陵 另一个就是武则天墓 在2005年第五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一篇标题为 前陵天下第一陵打开识破天佑经 这篇文章大致内容是主张发掘 陕西关中地区的一座唐代帝陵 这一提议引起了考古界的轰动 这座陵墓之所以备受关注 正是因为他的主人是武则天 而这座古墓埋葬着两位皇帝 一个是武则天 另一个则是他的丈夫唐高宗李治 古今中外 两座皇帝埋葬在一起的墓 除此之外也没有了吧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第三位皇帝 同时他也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 但他性格仁慈不善掌权 但是正因为李治的在位 才是唐朝昌盛起来 但随着唐高宗的身体状况低下 政权也逐渐转移到了武则天首领 但谁也没想到 武则天能力与野心持平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 四年就葬入乾陵中 乾陵依靠梁山的山势 将山头作为陵种 在山腰凿出石洞 修建玄宫 唐高宗下葬时 乾陵还只是个雏形 将他建成的还是武则天 武则天在唐高宗病逝后 他自然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他在位时就亲自主持修建乾陵 而乾陵这么一见就是28年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即使死后也不愿意放弃帝王生活 所以他们就把陵墓修建的颇为豪华 而乾陵更为豪华 毕竟是两朝皇帝一座皇陵 千百年来惦记乾陵的人数不胜数 但每次不是因为找不到墓道口 就是天气突变 武则天的墓确实够隐秘 你知道这是为何吗 所有的起因都要提到一个人 一代风水大师袁天刚 唐高宗当初刚登基 就命人寻找修炼陵墓的位置 这个任务就落到袁天刚的身上 最后袁天刚的墓宫放在了梁山上 但另外一处风水先生则表示 梁山的风水确实适合修建陵墓 但不适合皇帝 因为梁山是由三座山峰组成的 一座在上一座在下 远远地看去就像一个躺着的女人 也被人们称为双乳风 唐高宗也知道这事 据说是武则天在李治的枕边吹了风 最后李治将陵墓建在了梁山 而他的乾陵就是按照长安城建造的 乾陵不仅有宫殿 有他的东西方向 还建有天子公主 记忆大臣的陪葬墓 严格按照了墓主生前的身份 地位排列 光陵墓的占地面积就高达20万亩 从高空看乾陵 这里就好像是一座雄伟的城市 唐朝灭亡后 有一个叫做温涛的将军 意外地获得了一张唐代陵墓的图纸 于是他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盗墓行动 包括昭陵在内的十多座陵墓被洗劫一空 但唯独乾陵没有挖掘 这也让乾陵多了一份传奇的色彩 在乾陵之前 温涛已经挖了十几座皇陵了 可为何不挖乾陵呢 传说温涛为了挖掘乾陵 还召集了数万军队 可当他们准备上山挖掘乾陵时 一直都晴朗的天空 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 好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他们多挖一方土 天气就更加恶劣一些 温涛见死情景后怕了 急忙带兵撤离了乾陵 再也不敢打乾陵的主意 唐朝末年时 农民起义军的首领皇朝 就曾带领过四十万人进入梁山挖掘乾陵 结果挖了半个山头 都没有找到乾陵的入口 在这之后的千百年里 无数个盗墓贼都尝试挖开乾陵 但哪一个不是失望而归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 考古人员就对乾陵进行过勘测 他们发现乾陵的木道口 密封十分严密 全是用长方形的十条密封 一层就有四百多个十条 像这样的十层 居然还有三十九层 也是多亏了十层的保护 武则天和唐高宗千百年来 没有被打扰 在乾陵的旁边 专家还发现了一座公主墓 通过对墓室的勘察 专家判断 这是永泰公主的墓 但可惜的是 这座墓葬早已被人光顾过了 就在墓室口的地上 还躺着一具骸骨 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子 专家推测 这应该是盗墓贼中的一个 生前发生过激烈的搏动 最后让他惨死在墓中 即使墓葬被光顾过 但是依然还有不少的文物 在墙洞中 有六个小刊 里面放着彩绘和陶泳 骑马泳和三彩马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 千百年前的精湛工艺 这不得不对 大唐的工艺产生敬佩 而墓室上还保存下来 一幅精美的壁画 画上的女子 充分地展现了 唐代女子的魅力 她们看起来 十分地性感丰满 留着当时时髦的八字眉 梳着各式各样的发际 看起来生动形象 特别是一位 怀里端着杯子的宫女 虽然地位低下 但是她所散发出的气质 也会让人蛰服 有些人或许对永泰公主 不太熟悉 这个永泰公主 正是武则天的孙女 名为李兴慧 根据史料记载 她去世时只有17岁 她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 让年龄如此小的女孩子 离开人世 考古专家找到了 永泰公主慕志明 没想到慕志明上 居然写着 猪胎毁孕 这上面的意思就是 难缠死的 1960年 考古队发现了 永泰公主的盆骨碎片 还原后发现 她的盆骨 确实比正常妇女小 生产时 确实会面临难产 可相对于难产的说法 她被父亲 唐忠宗 李显处死的说法 更令大家接受 据说武则天登基时 生活不检点 有一次 永泰公主 和哥哥李重润交流时 说了一些不满的话 结果传到了武则天的耳中 一怒之下 武则天逼着李显 将他们处死 李显被逼无奈 只能顺从母亲的命令 一直到李显登基时 他才下令 把他们按照 公主和太子的礼仪下葬 不仅如此 李显还将李重润 追封为义德太子 陵墓规格也提高了上去 如今 这个义德太子的陵墓 也被打开 他的棺果 采用的则是石棺 石棺上还雕刻着 花卉和各种奇异的动物 而这幅描绘宫女的石刻画 也同样栩栩如生 画面中 刻着相对而立的两个宫女 头戴凤冠 身穿短袖 袖口宽大 下身穿个长裙 丰满的体姿 高贵中透着优雅 在另一个墓葬 张怀太子墓中 发现一幅 更加吸引人目光的壁画 画中梳着双臂的少女 居然穿着胡服的服饰 散发出一股雄剑的气息 种种现象 反映出了当时女子 在社会上的地位 在张怀太子墓中 还有一幅男子玩乐的壁画 这幅名叫 打马求徒的壁画 里面二十多个年轻贵族男子 在山间赛跑 散发出了男性的雄剑之美 除了打马球 当时的男子也爱好打力 那个时代 人人都崇尚贱美的体型 和雄伟的气质 但是有点可惜的是 画中并没有发现 关于墓主的东西 张怀太子 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 后来因为反对武则天 被贬为平民 后来被武则天逼着自杀 去世时只有31岁 我们不知道 武则天下令 处死自己的儿子孙女时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 武则天生前 这么霸道的一个人 他建造的乾陵更加霸气 从鸟看图可以看出 这陵墓的正门朝南 自南向北的大门 一共有三个 经过几千年的时光洗礼 地面上的建筑 早已荡然无存 但丝毫不影响乾陵的气势 让外国人 见识了什么叫做大国风范 唐朝的文化是包容盛世的 当时就有不少的外国使者 前来建交 武则天也算在唐朝历史上 画下了浓抹重彩的义务 在乾陵的外面 还留存着真人大小的61具石人像 专家们通过翻阅资料后得知 这些石像的含义是 各个国家所派来的代表 他们代表国家出席武则天的葬礼 他们恭敬地站立着 彰显对武则天的尊敬 可想而知 武则天在位时的唐朝影响力有多大了 后来张怀太子在武则天驾崩后 还专门重修了乾陵的墓道 将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下葬到了乾陵 与唐高宗埋葬在一起 至此 乾陵旁就多了一块石碑 这就是著名的无字碑 有人解释 这块石碑就是让后人来评判 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是非对错 专家初步判断后 乾陵地宫的空间至少有5000立方米 乾陵中蕴含的陪葬品至少有800吨 另外唐高宗埋葬时 光陪葬品就已经达到了当时唐朝国库的三分之一了 而武则天埋葬自然也不会少 自从定陵事件发生后 国家就命令规定不允许发掘帝王陵 所以乾陵的陪葬品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猜测 或许等到将来的某一天 考古技术已经可以成熟地发掘乾陵时 那个时候我们将目睹千百年前唐朝的盛世 届时我们就能来看看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的风采 对于武则天你们是怎么看的 欢迎评论交流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又赚 请不吝点赞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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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有 读友们的希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